2021年,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曾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多亏中国天宫紧急避碰才得以脱险 原计划向地球进地面轨道发送4.20颗卫星的SpaceX计划 目前已发射近1900颗卫星 而世界50%的卫星邂逅都是来自马斯克引以为豪的星链计划 一份文件显示,2021年SpaceX发射的星链卫星 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的时间 一次是在7月1日,另一次是在10月21日 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实施了 对星链卫星的预防性碰撞规避控制 12月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 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一份普通照会 指出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的星链卫星 数次激动到中国空间站轨道高度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 天宫空间站不得不两次紧急调整轨道 造成第一次邂逅的星链1095卫星 自2020年4月19日起 稳定运行在平均高度约555千米的转道上 2021年5月16日至6月24日 该卫星持续降轨机动至平均轨道高度382千米后 保持在该轨道高度运行 7月1日,该卫星与中国空间站间出现近距离接近事件 而第二次的星链1095是2020年1月7日发射的 它已经在2021年9月20日坠入大气层 10月21日,星链2305卫星与中国空间站发生近距离接近事件 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学中心的科学家 Jonathan McDowell搜集数据后发现 两次近距离接触中 星链一次没有调整过轨道 另一次则进行了微小的躲避 星链卫星虽声称安装有自动避碰系统 但从中国空间站两次必要来看 该系统并未发挥作用 马斯克曾在2015年 提出雄心勃勃的星链 Starlink计划 第一阶段将发射1.2万颗卫星 整个计划将发射4.2万颗卫星 迄今为止SpaceX已发射了近1900颗卫星 这些卫星部署完成后 将可以向全球提供WiFi服务 并降低网络延迟 根据马斯克当初的设想 从2019年到2020年 大规模的卫星发射 将使约800颗卫星覆盖美国本土 到2024年将有4425颗小型卫星 部署在近地轨道中 另外SpaceX还将在距地球335公里 至346公里间的极低地球轨道 部署超过7500颗卫星 系列项目申请之初 便受到的一大质疑就是 大量的卫星使得航天器 进阶事件大大增加 同时其他卫星需要消耗 大量的燃料来规避 当时马斯克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卫星内置自主规避系统 利用NORAD数据库 领导Starlink卫星自动规避 所有的航天器 可结果怎样呢 据统计 自2019年开始发生的 卫星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事件 距离在1公里以内 半数以上是由马斯克的星链造成的 就在2019年9月 欧洲航天局的锋利监测卫星 IOS差点与SpaceX公司的 一艘星链卫星相撞 多亏航天局紧急改变卫星轨道 才规避了这次碰撞事故 SpaceX给的解释是 卫星软件系统出现bug 而马斯克引以为傲的 自动避碰技术 当时似乎也没起作用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航天研究小组 负责人Hill Lewis表示 仅SpaceX的星链卫星每周就有大约1600次 与航天器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占到所有航天器事件的一半 专家预测 一旦SpaceX完成第一阶段 1.2万颗卫星的全部数 卫星90%的邂逅 都会涉及到星链卫星 2009年2月 曾发生了人类史上首次禁地轨道 人造卫星碰撞事件 也是目前已知最严重的太空碰撞事故 当时美国的一星33号通信卫星 和和俄罗斯废弃多年的宇宙R251卫星 发生碰撞后 产生了500多个由卫星残骸组成的航天垃圾 从490英里 约789公里的高度散落 现在星链还只有1900颗 以后真到了4.2万颗 又会发生怎样的状况 而且这些卫星是真夜空中最亮的星 比其他99%的卫星都亮眼 天文望远镜里会显示出明亮的条文 非常刺眼 于是SpaceX给了一个很敷衍的回复 公司已经将每颗卫星的底儿都涂黑了 可是太阳能电池板还是一样反光 有啥区别 随着人类活动向太空扩展 近地空间正变得越来越拥挤 根据估算 现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已近4500多颗 碎片则超3万枚 每颗卫星重约260公斤 运行轨道基本都在550千米上空 每次发射 火箭就像下弹一样 送出60颗左右星链卫星 现在地球这条同步轨道 不仅位置全部被占满了 而且国际上注册排队的卫星数量 达到2000多颗 类似于星链这样卫星群的数量和密度 不仅极大影响到天文观测 还大大增加了卫星之间碰撞的概率 有人说会造成大量的太空垃圾 会对地球轨道上的其他卫星造成威胁 不小心撞上了就会爆炸 产生成千上万的碎片 这些碎片中的每一块都可能撞击其他卫星 最糟糕的情况会产生凯斯勒综合症 即太空垃圾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会造成太空垃圾不满禁地轨道 令人类在数百年内无法进行太空探索 甚至使用人造卫星 马斯克的SpaceX星链 可是惹怒了众多中国网友 有网友表示再来碰瓷 下次拿机械臂给亚抓过来 没收 还有人直接at马斯克 威胁到 车还卖不卖了 不能轻易相信马斯克嘴里的造福人类 还有网友表示希望早日把马斯克送上火星 对此 姐友们怎么看呢